大家好 我是沈門 我們這一集要玩的是勇士雄鷹 可以看到我帶著生命寶珠 但是特性不是帶強行 是帶有色眼鏡 因為帶強行的話 我們專屬即氣場之一就不會加速度啦 那勇士雄鷹速度不是很快 氣場之一的加速度很關鍵 那我們還攜帶暴風跟破壞光線 想說怎麼帶來一個蠻力式物攻技能 因為有時候對手可能是四倍弱格鬥啦 有時候蠻力也可以出奇效的 這場對手感覺會首發皮斧螳螂 那我們也出個大劍鬼 他用隱形岩 然後我們就撒鈴 第二隻就勇士雄鷹 之後一隻來火爆獸 因為對手也都沒有神獸啊 我們就剛好出不是神獸的 也就只有三隻 沒有錯 對手第一隻就是皮斧螳螂 那他岩石我們水打過去是兩倍沒有錯 但是我們先打蜜劍千蟲鷗 還是比較穩啊 雖然可能氣勢P帶是在P斧螳螂身上啊 那千蟲鷗疊起來 這個撒鈴疊起來 後續的寶可夢是很不舒服的 而且也打了一半 那他是P帶的話 我們打貝殼刃也是一樣的意思 這邊岩斧打過來 岩斧也打了快一半 那我們速度比他快的關係 我們這邊可以再用一次蜜劍千蟲鷗 把他收掉 又疊一層撒鈴 我用電光一閃 打算送掉了 加減打一點 我們蜜劍千蟲鷗 成功收到皮補螳螂 而且又疊了一層撒鈴 很賺 那隱形也是扣最大血量的八分之一啊 撒鈴一層也是 那兩層是六分之一 不過隱形人會受到岩石屬性的影響 第二隻是暴鯉龍 而且像暴鷗這種飛行系的是不會受到撒鈴影響的 反而是飛行系被岩石打兩倍 踩到隱形人會更痛啊 這就是撒鈴跟隱形人的差別啊 那剛才被威嚇過一次了 所以我們 還是可以打一次前蟲頭啦 加減疊一點 至少第三隻寶可夢 不是飛行系的話 他上來比較破四分之一的血量 我們輸屢爆勇還要快 成功用出來了 加減打一點 真是兔兔頭盔的 三層的撒鈴 翻譜打過來我還是要撒 效果不好 不過剩下22滴而已了 那就換上勇士雄鷹吧 火爆的時候雖然速度是比他還要快啊 如果勇士雄鷹也是可以的 而且這種突出頭盔應該是撐防禦的啊 特防可能不怎麼樣 不過就暴力龍可能會有兵器技能啊 冰凍牙或是雪崩之類的 我們這邊直接叫太金花 太金一般用氣場之翼超他速 欸我是不是本來就比他還要快了喔 那也沒關係 至少可以抄下一隻寶可夢啦 這邊因為生命寶座扣了血沒有錯是雪崩 OK扛住了 這個血量應該夠我用兩次的技能啊 再用一次氣場之翼 這樣速度是提升兩倍啊 提升一倍 哇集中要害 這樣對手下這寶可夢不管是誰 應該是都比他還要快了啦 只怕先制技而已了 就是也是喜翠勇士熊魚 那我印象中他是沒有先制技的 我們就打最痛的破壞光線 只要可以秒他的話 我們副作用也無所謂了 OK成功收掉 那感謝指教啦 第二場我們就直接首發勇士熊魚 因為勇士熊魚速度疊起來是有機會直接穿三的啊 出個五道熊師打月月熊還有鐵毒蛾 那就是閃電鳥來對付吃猴霸 對手第一隻是鐵毒蛾 那鐵毒蛾毒系被超能力系打是兩倍 而且我們氣場之翼打他兩倍又可以加速度 他應該是秒不掉我們啊 而且他也不是 虛勁能量 哇結果有放電是這麼貴 因為放電不是他的本系技能 而且我覺得他 傷害是不是有點低啊 不是本系技能會打這麼少嗎 他應該是玩HB的 沒有錯因為是帶黑色污泥 他如果是特攻撐滿的我覺得他可以直接秒我 我們兩下氣場之翼直接把他收掉 他也不打算太精化 而且我們這邊速度是加兩階啦 提升了一倍 不過因為我們生命寶珠的關係 血經見底啦 不過就相比火神兒 鐵毒蛾比較沒有那麼適合玩HB類型啦 因為鐵毒蛾不會用蝶舞啊 那這邊我們速度是確定比他還要快 就算他是講究圍巾的話 怕他是氣勢皮帶啦 完了 是皮帶 那我們沒辦法穿三了 最討厭這一種啦 OK開落 我勇士兄也是攻城進退了 收掉一隻鐵毒蛾 然後打殘魔換甲面喵 我們這邊換上五道熊絲 直接用水流噴射 他剩一滴而已啦 他不管太精什麼屬性都沒有用啦 因為沒有屬性是可以免疫水系技能的 蛤? 他還用太精化 這裡可以 這裡是要太精什麼屬性 太精惡突襲嗎 太精草 太精草你還是要死啊 他不知道我有先制技是不是 OK水流噴射 神功帶走了太精草的魔幻甲面喵 這邊直接把太精化交出來了 又遇到一個狠人 最後一次吃火吧 好險我們要閃電鳥 而且他已經沒有太精化了 我們這邊就打近身戰 我們收不掉他 最後還是可以用閃電鳥 而且近身戰將的雙防 會因為他的純樸 沒有影響 投降啦 那就感謝指教啦 這場我們一樣出勇士雄鷹 來拼個遺傳三 然後出閃電鳥來連防五道熊絲 他水流連打突突突圖回役 只是扣血 這隻就火爆獸 這次派出的是土地獄 是維鶴的 那有一個土地獄會帶尖石攻擊 這是我遇過幾次了 尖石攻擊 岩石系 島我飛行系 是兩倍 所以這邊可以考慮 一般用氣場之力超他車啦 就直接用出來吧 反正我們要來個一穿山 用一次氣場之一就可以確定超車了吧 除非他也是講究圍巾了 不是也啊 他是講究圍巾了 啊 以後是首發行影行演 我們氣場之一可以打多少 OK 一半以上 我們也成功超車了 喔 是文幼果嗎 OK 文幼果這個血量 還是在我們氣場之一的斬殺線 我們就連發氣場之一 沒有錯 速度比賽還要快了 成功收掉土地雲 而且速度是兩階啦 穿山的節奏來了嗎 只要不要遇到氣勢P啦 應該是機會蠻大的啦 第二隻是武道雄獅 我同學蠻多是 講究圍巾的 那我們這邊兩層的速度是比他還要快啦 我應該氣場之一就可以收掉他了吧 他如果沒用太精化的話 我們的氣場之一打下去 因為暴風的命中率 實在是讓我有點擔心啦 OK 沒有太精化 完了 為什麼武道雄獅 氣勢皮帶 我好像還沒遇過耶 你是第一個啊 我遇到的都是講究維新 不然就王者之陣啦 完了 在這邊晉升山 把我們勇 把我們勇士雄音收掉啦 哎呦 怎麼剛才一樣的局面 不過我們也可以換上五道雄獅啦 我們五道雄獅 水流噴射 跟剛才一樣 一滴血 我就不相信你擋得住 而且你水流噴射是收不掉我的啊 我們就直接水流噴射 欸我按錯了 不是啦 水流連打跟水流噴射也太像了吧 完了 我看這邊有點凶多吉少 可是我是極限速度的 應該還是比他還要快啦 蛤 這個人也用太精化 你也不怕我有水流噴射喔 完了 遇到瘋狗 這劇本跟剛才有點像啦 不一樣是我按錯技能啦 完了 但我極限速度沒道理 要比他還要慢吧 我們同速的話 完了 還真的比他還要慢 打錯被懲罰了嗎 好險撐住了 欸啊我如果是水流噴射 你不就跟上一場的對手一樣 腳太精化 就倒地 而且我們同速我還要比你還要慢 真的是要吐了喔 不過 我自己也打錯啦 唯有把細節做到最好 才有資格彈運氣 那也沒辦法啦 最後是喜多蘭恩 OK 因為他沒有太精化了 我們這邊水流連打 我們近身戰士也可以啦 水流連打是有機會畏縮 我們看有沒有辦法畏縮 還是可以直接帶走他 好像可以直接帶走 OK OK 成功收掉喜多蘭恩 感謝直教啦 這樣 我最後就借了 我們還有一向 先把事你的 這一向 是的 良悔